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部事件,现在是中路者 这两天,菲律宾 我们这两天一直关注菲律宾的事情 菲律宾总统明确说了 跟从来几十年 菲律宾的官方从来没有承诺 说要对中共有任何承诺 历届总统 包括美国菲律宾的安全系统方面 说要把那个船给拉走 那艘座谈舰 说如果有 他也将立即废除 因为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这个菲律宾方面几十年来 一直在承诺尽快把它拖走 但是一直没有 所以菲律宾的事情在发酵 我们前两天做节目专门说了 这个南中国海就是两大 一个菲律宾一个是越南 越南也被中共欺负的够强 是吧 我们昨天还说了啊 美国每月之间很可能 集结起来 果真今天得到重要消息 拜登在8月8号表示 他将很快访问越南 并且要提升 每月之间的伙伴关系 这个伙伴关系 什么样的伙伴关系 这将深深的刺痛 中共国说白就是 把它提升过去十年的全面伙伴关系 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在军事上有没有升级 我们拭目以待 但这毫无疑问 对中共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打击 前段时间 是吧 习近平在越南的总理访问 还专门又是红地毯啥的 实际上都是面和心不和 表面上 是吧 这个越南好像跟中共 关系好 好像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际上 原来越南知道 在一步步 跟美国 在提升伙伴关系 能不能提升到像菲律宾这样的 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我觉得 未来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而跟越南的关系的 这种提升 意味着越南 和中俄之间 即将形成对立 说白了 这个越南这里 对中共围剿 全面围剿中共啊 绝对是最 非常重要的 一个战略要点 这个中越之间 其实 早就是敌人了 中共和越南 当时 打了一仗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资源反击 都是胡扯的 是吧 就是 在那个时候 所以很多事情 你看在历史上 很多事情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很多事情 在历史上 在这种地缘政治上 都是随时翻转的 同时拜登 今天也说了 这个美国媒体 报道出来 今天可能 就会发布 重要的 这个 这个行政命令 限制 对中共的 各方面的投资 技术投资 美国 华尔街 将彻底 和中共 切割 是吧 所以 还有啊 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的节目啊 你看就 美国即将大分为 管制复发投资 前几天 我们已经做节目 说了 在本周 白宫即将宣布 一旦宣布 说实话 对中共的围剿 又到了 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 对于围剿中共 其实就 也是学中共 好话说尽 说白了 各自都在准备中 没有停 全面在准备中 一步都没有停 啊 无论在地缘上 还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科技上 啊 削弱 还是在经济上 贸易上 还是在舆论上 啊 还包括美国内部 抓间点 抓中共的特务 抓统战的 啊 打击统战 打击美国的 中共对美国的渗透 这都在 全面进行中 这就是现状 走到今天这一步 大家看 总算啊 要看 要看得很清楚 就是全世界啊 西方自由国家 以及文明国家 剿灭中共的 大势 所趋 包括这两天啊 麻省太郎 前首相 访问台湾 也明确说了 要台湾 准备好 战斗 啊 要展现 战斗意志 说白 就是台湾 战斗意志不够 就这意思啊 让麻省太郎 啊 你看 迎战准备 觉得台湾上下 有点 太岁月静好了 没有任何准备 就是让日本这里 前首相 现在也是日本 这个重要的啊 党魁之一 所以 来做各种啊 推动工作 推动工作 所以这些 都是重要的迹象 这个 阿恩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随着习共 他自己 一步步对外的 那个 作死 出的这种烂拍 然后 美国这边也 还有包括盟友 包括东南亚 很多国家就开始 就是说包围圈收紧 包括之前 前几天 我们看到的 去内蒙古 对吧 和内蒙古的 不是内蒙古 蒙古 外蒙古的那个签的协议 其实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稀土 稀土的出口 就是 从 以后就 直接退 从 外蒙古进 然后 越南呢 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 从 不光是从今年开始 就前几年开始 已经逐步的这种 产业链就已经向越南转移了 路德 你应该知道 就是 当广东 珠三角那一带生产什么电子元器件 然后开始逐渐往下坡路走的时候 很多他们都往越南 就是说直接就往越南去了 因为越南那个地方也是属于 就是说劳动力成本 就是说都比广东沿海那边便宜 而且他们也有就是说高科技的那些 就对于那些电子元器件 然后对于那些科技 外包产业的那些 有一个成熟的一个产业链 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 你看沿海 之前沿海温州那边是做什么 基本上温州义乌浙江沿海 都是做小商亭 比如说什么 衣服裤子 裤衩背心这种东西 然后他们这些企业 就是说一旦倒了以后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转型到做电子元器件的 因为那个你需要 就是说你的工人需要有一定的 那种技术方面的一些 就是那些培训和认知 就是说广东沿海珠三角那边 因为一直在做 从改开以来 就一直做那些产业 所以说都有很强的那些 就是说那些工人 流水线上的工人 都有这方面的意识 所以说 但是同时越南也 这两年也开始逐步起来了 然后所以说 包括像很多就是软件公司 他们做的比如说一些外包活 亚洲就两个地 一个是印度 印度是最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越南 现在逐步有一些东西 就开始弄到越南去做 像我们行业里面也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就是不要以为你中共的产业链 是可以称霸权 就是说牵制住欧美 永远牵制下去 不可能 它其实亚洲 就越南那个地方 将会成为中共 接替中共电子源基建 包括一些科技 一端产业链的那个 一个后手国家 是的 这个产业链这块 实际上一直都在转移啊 现在说的是啥呢 就是提升这个伙伴关系 其实产业链转移 是之前的全面伙伴关系 现在要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越南方面 对此一直很谨慎 因为越南知道 有可能和中国或者俄罗斯 形成对立 但是 最近越南可能 总理向布林肯 表达了深化两国关系的愿望 以制衡日益 这个霸权的 这个中共 越南也知道了 如果不把中共结束 越南 绝对也不可能有好的发展 也会非常危险 同时也看到了 美国 在印太区域的 每一步棋 走的是坚实 扎实 就是 说白了 就中共 就是假片头 越南 就 这个世界 有几个国家 对中共绝对是最了解的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越南 一个北朝鲜 对中共那种 假片头 它绝对 深入骨髓 太了解了 越南人能不了解 中共那些东西 所以 而美国 说实话 他们也绝对知道 你看越南 短短几十年的发展 就是得益于 产业升级 是吧 这种产业升级 让他们越南之前跟美国 打几十年 当时跟着前苏联 什么社会主义 进入 基本上饭都没得吃 比北朝鲜 现在差不多 现在你看 越南老百姓的收入 增长得很快 产业升级 速度很快 这个时候 他当然知道怎么选择 如果 并且美国现在 正在 新增 就像类似于北越 一样的亚越 菲律宾 日本韩国 如果越南不加进来 他跟着中共去 百分之百是没有前景的 说实话 越南如果提升战略伙伴关系 就是 最难撬的 就比较难撬动的 这一块砖 都给他撬动 这对中俄是一个巨大打击 因为 越南 就美国 我们一直说 现在围剿中共 它得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地 基地 军事基地 部署军队 印度离得比较远 北朝鲜 那里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 中俄在那里 不下重兵 台湾 菲律宾 这都属于沿海 你得要登陆 越南 如果拿下 那将 直接 直插 是吧 如三角 从广西过来 那速度都很快 刷牌的同时 也让 中共 顾此事彼 印度 就算中共丢了 丢了西藏 但是 它离得 离自己 本来还是比较远 但是越南 这里 会对中共 产生 就是这个 提升火爆关系 会真正 撼懂 他们的 内心的 这种自信 在心理上 彻底的撼动 所以 这绝对是 拜登 把它说出来了 说白了 就已经 应该是 已经定了 就很快 访问越南 战略伙伴关系 是吧 接下来 在越南 可能 一旦 战争的时候 越南 就会成为 重要的 这个基地 对着围剿中共去 你怎么看 对啊 然后 我可以给大家 举一个例子 那个 飘 飘马这个品牌 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 从 什么时候开始 我记得好像从19年 还不知道 从18年开始 飘马就宣布 在中国不生产了 就他们把所有的 鞋啊 衣服 所有都 移到越南去了 然后 你可以看到 现在市面上面 能够买得到 飘马的 不管是衣服鞋 还是袜子 这种东西 全部都是 越南生产 这个是第一 这个就是服饰类 然后第二 像西部数据 还有或者说 西捷的那个硬盘 就前两年 好像也是 在苏州的工厂 全部 苏州还不知道 昆山的工厂 全部关掉 关掉了以后 也移到东南亚去 然后 移到了是 好像应该是泰国 还不知道 是 对应该是泰国 对不对 现在就是说 你中共国的 那个产业链 那些东西 可以 就是说 当东南亚 为什么这个就是 美国要组成东盟 就东南亚的 它这些国家 它一个国家 它有可能吃不下来 然后有些国家 还被你中共控制着 还渗透着 比如说就像缅甸 对吧 然后它没关系 这种它可以放到 泰国也能放 菲律宾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对吧 这些都能够放 所以说 它就是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的 它把你 它把你整个的 那个产业链 整个的那个经济 给你剥离 然后这个就是 为什么现在 就是说 网上老实看说 有人说 着急 其实我心里 也挺着急的 说怎么不 还在那个 慢慢拖延 慢慢拖延 其实它就是说 它要一步一步 把这些事情 要做扎实 然后你不能够说 因为中国 毕竟不像 中共国 它毕竟不像是 当年的伊拉克 或者是阿富汗 说干就干 然后它毕竟 还绑着俄罗斯 对吧 然后那么多年 西方的它 就是说 它错误的认知 导致它的 整个的那个 决策错误 就是说给 把中共给养起来 养成那么大 那么它 它现在要处理 就是说 也要慢慢处理 它现在看来 就是说 从整个参考来看 整个对比来看 已经速度 已经很快了 然后再加上 习 他最近 他都做了 这些事情 都是什么 叫什么呢 叫做损人不利己 这个世界上 那个很多事情 就是说 损人利己的事情 人都会做 就像俄罗斯这种 它专门 俄罗斯 你看历史上 专门是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 但是损人不利己 这种事情 只有傻子缺心眼 才会去做 习就 乐意去干这种事情 每干的一件事情 都是损人不利己 好的 宣布 宣布什么呢 就是 大范围管制 浮化投资 今天很多媒体 都已经报了 包括路透社 说将在8月9号公布 拜登政府的这项行政命令 你想想 这个行政命令 将针对美国的私募投资 风险投资 以及合资企业 投资中国的 半导体 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领域 全部禁止 所有的 都会叫做禁止 说白了 彻底封杀 这个精灵 就投资精灵 那就是彻底对中共 在资本界的彻底封杀 你看看 并且因为这个投资精灵 所以 今天有个 最近消息 说 中共 现在 央行 正在 让所有的 国有银行 正在抛售美元 勾住人民币 说白了 对吧 下一步 你要知道 要干什么 为啥抛售人民币 一个是人民币 贬得很厉害 大家都在 他为了维持人民币 汇率 第二点 说白了就是 这些 所有的资本 都跑 都跑 他为了维持人民 汇率 所以自己的 为了缓解 进一步贬值的步伐 所以 赶紧买入人民币 来托盘 路德 他这个样子 他这个样子一干 又自己 搬起石头 砸自己 你把美元 全部抛了 你进口 你拿人民币 去买吗 他现在 他现在粮食 他粮食 肯定要进口 今年那个水灾 闹成这个样子 东北的那个 五常线 全部都冲了 他粮食哪来 所以 他还要靠 所以他现在 对 他现在是 十个瓶子 盖一万个盖子 他都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走了 没走一步 走左边也掉到坑里 走右边也掉到坑里 是吧 他为什么抛售美元 说白了就是很多 在华尔街的 很多投资银行 那都是他们控股的 如果 这些一旦被封锁了 禁止 再投资到中共国 他的钱就冻死了 所以他赶紧 趁这个禁令之前 赶紧 把他转回去 换回去 要不然 直接给封死了 堵死了 在美国 你看就是第一 不但禁止投资 我还直接堵死你 在美元 在美国现有的美元 这些资本 是吧 这两招下去 你说 你说中共国 还能活多久 二位先生 你说呢 我看他只能够 孤注一只 放手一搏了 反正能打不能打 赶紧 赶紧先打一炮 他就说了 不然的话 你看他就 我现在就越来越看到 就是历史的重现 就跟当初日本一样 也是被美国给围死 美国 美国把他的那个 废钢铁出口和 就是那个石油 全部断掉 这下 这下就完蛋了 对吧 然后当时日本 还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 还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 支支 节节的那种 产业链 他只要 美国只要 堵死他那两个 他就 他就完蛋 他就 他就不得不 发动真珠港 所以 我估计 习也是 你要不就是 在家憋死 你要不 你就 你就赶紧 赶紧的 把你的牌 扔出来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目前他除了 这个方法 没有 没有其他 其他方法 可以走 彻底 彻底堵死 说白了 要么你就把牌 扔出来 还想在这里 我跟美国玩超线 玩渗透 没门 基本上 是不是 还想玩 假骗偷 偷美国技术 用美国的钱 壮大那个 美国你看 一个管道 就全给你堵死 所以拜登是厉害的 他知道怎么打 他也知道 哪些方面怎么打 这 每一招 都是走在 很重要的步骤上 好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不要忘了 点赞分享 谢谢RL先生 谢谢 主要观众 不要忘了 添加录德式会员 再见